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每个地方官踏踏实实为人民办事,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时,老百姓就会亲切地称他们为父母官。 所谓父母官,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,就是说地方官爱民如此,对待普通百姓像对待自己子女一样爱护,所以才会得到百姓的爱戴。 而事实上,父母官并不像字面上理解的那么简单,他最早指的是汉朝的两位官员。 当地观看面积年年增加,粮食产量也成倍增长,老百姓得了实惠,整个社会风气也呈现出一片祥和。 在帮百姓将钱袋子鼓起来后,赵信臣又开始进行道德教化,他先是制定了用水规则,防止百姓因争抢水源而打得头破血流。 然后,又禁止百姓在婚丧嫁娶的过程中铺张浪费,最后对于游手好闲和小偷小摸之人进行训斥和治罪。 在他的治理之下,南阳郡几乎达到了路不时宜也不必户的地步。 很多外郡百姓听说昭信臣的事迹后纷纷前来投奔,南阳郡因此户口被增,郡县也富裕起来,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昭父。 皇帝听说他的诗迹后,也赏赐了他黄金四十斤,而赵信臣后来调任河南太守后,圣继也屡次在全国排第一。 无独有偶,在东汉时期,南阳郡百姓又遇到了一位暗民如此的好太守,此人即东汉水利学家,发明家杜师。 杜师在光武帝初年曾担任施育使,当时将军萧广,方纵士兵才洛阳为非作代,杜师劝告了几次萧广不听。 于是杜师按法令诛杀了萧广,事后他向上做了汇报,还得到了上级的表扬。 在担任南阳太守期间,杜师以诛报立威,又善于谋略,不浪费名利。 再加上政治清明,所以很受当地百姓爱护。 除此之外,他还做了两件大事,一是发明了水牌,用来铸造农器,二是新修水利,广阔土田,让百姓日子富足起来,因此人们将他比作稀罕的昭信臣。 南阳百姓未知,且有朝妇,后有度母,此后人们就将爱民如子,为民办事的地方官合称为父母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